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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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答应你了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内知名企业 YMO总公司的大厦 日前 YMOCEO尹思辰契约会议的曝光 据悉这次会议将决定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 尹思辰的去留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有关后续 我们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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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本次股东大会结果有什么预测吗 您对本次股东大会结果有什么预测吗 这次股东大会将会罢免您的成果 您有什么对付吗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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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好 等我休息 您走 谢谢 谢谢 走 刚才大家都已经各自发表了意见 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陈树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对于这一次 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对公司造成了损失 我深感抱歉 但同时我也会负责到底 尽我最大的能力 替公司挽回损失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 我还是要感谢各位 这几年来对我的幸运 和支持 你能安静待会吗 我这不是担心吗 比我自己的事情还紧张 你说他进去这么久了 天都黑了 还没有一个结果 像这种股东大会 怎么可能三两句话说得完 更何况 万毛现在处于风头浪尖 任何决定都至关重要 微博上现在有人发起了 尹思诚跟顾兮兮 究竟是作秀还是真爱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选择真爱呢 那些都是吃瓜群众看戏的呀 你不懂 但之前不是因为负面评价 所以影响到歪贸股价吗 现在这么多人都在为他们说好话 形势应该会有好转吧 这虽然是个好现象 但是要把舆论变现为资本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现在 真正能决定尹思诚命运的 除了里边那些股东们 就只有 Alex 上帝保佑 希希跟思诚一定能够挺过这关的 哎呀 你们别看思诚年纪比较小 但大风大浪他见多了 所以 不就一个小股东的事吗 没事的 放心吧 我们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了 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